太陀老師 我很想要問你 你為什麼當初會想要創立 反串秀紅頂藝人呢 因為我 比肩瘦海 比肩瘦海 也是 背心就帶我去泰國 因為我那時候恐慌症 憂鬱症 憂鬱症 不敢坐飛機 所以說我是 是你們兩個都恐慌症 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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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要穿我出國 我都沒有 大家不管胡瓜 三個月 豬哥 沒有穿我出國 我都很少出國 我四十幾歲第一次出國 結果飛機到我家去 跟我講說 菜頭 你不敢出國 我 我的房子從中校東路 一段到六段有幾棟 有幾棟 你看 你英國也只有三四間房子而已 我有比你更好 我有啊 你背我坐飛機 你跟我 我死掉了 我財產都完了 你算什麼 我想一想也對 就跟他出國了 人家這麼好 他都沒在怕 你會怕什麼 帶我去泰國 所以就跟他去泰國 第一次出國 劉姥姥進大觀點 但是泰國看到在夭壽 驚為天人 我一看到 真是漂亮 但是呢 他們都是燒手融資 漂亮漂亮 那種節目型態都是燒手融資 沒有什麼內容 那我就想 回來 我一定要做一個反串秀 而且我的學生都是科班的 大家都是大學裡面 讀到戲的 戲戲戲的 我就成為一個紅頂秀 所以不只是要漂亮 還有有實力 有內容 基本功勞 最重要的就是編導 創造 創作的思考 叫菜頭 所以說我們一出來 就風動性 風動舞臨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做到哪裡 不是 還沒回來 還沒回來 我做的時候 台灣的觀眾朋友 要買才能買不到 配換 五年在統一飯店 五年賺了一億多 多多 是... 然後統一飯店的老闆就賣給人家 賣給人家先蓋那個辦公大樓 從此 我就離開統一飯店以後 就到處流浪 所以說 這是社會責任 本來做老闆的人 對嗎 我常常看你在東森現在的 雞雞那種觀念 以前如果早一點 在你身上看到 我不會現在說請家辦茶 因為我賺錢的時候 就賺嘛 虧錢的時候就解散就好了 最起碼賺到人望 不是人望 那賺不賺都無所謂 因為我喜愛 至少曾經擁有過 對 也曾經做過 努力過 成功過 這個是很珍貴的回憶跟經驗 他的歷程 是很有創意 非常有創意 對啦 早知道那次 拿來看這個 哇 好 好 好